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经常承受着压力和焦虑的困扰 为了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疏解压力和放松身心 而跑步作为一项简单而有效的运动,不仅可以改善体质,还可以帮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平衡 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通过跑步来实现自我关爱,疏解压力并放松身心 一,跑步释放压力,跑步是一种摇氧运动,可以促进大脑释放内飞态和多巴胺等快乐激素 这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当你开始跑步时,身体会产生一种称为跑步高的状态 这种状态能够带给你身心愉悦和轻松的感觉,同时也能让你暂时抛开烦恼,专注于当下的运动 二,自然疗愈,跑步让你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享受户外的美景和新鲜空气 在郁闷的城市生活中,踏上跑道或者穿越森林小径,可以给你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宁静感 与此同时,身体运动也会释放出内缘性的荷尔蒙,促进大脑和身体的放松反应,帮助你放松身心,缓解紧张情绪 三,冥想与思考 跑步时,你可以有时间独处,进行冥想和深入思考 通过专注于呼吸和脚步的节奏,你可以让自己从外界的干扰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专注和冥想的状态 这样的练习有助于进化思绪,促进灵感的迸发,并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四,增强自信和积极性 通过坚持跑步并不断挑战自己,你可以培养出坚韧的意志力和毅力 每一次完成一个里程碑,你都会感到自豪和满足 这种积极的反馈会进一步增强你的自信心和积极性 这种积极的心态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你更好地应对压力和困难 五,健康身体和心理 跑步对身体健康有着显著的益处,包括增强心肺功能 提高代谢率,加强骨骼和肌肉的健康等 这些身体的积极变化会产生良好的心理效益 使你感知更有活力,更积极向上 同时,跑步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提高注意力和集中力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将跑步纳入自我关爱的计划中 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跑步计划 包括每周几次的跑步时间和距离 在跑步过程中,尽量关注当下的感受和身体的反馈 让跑步成为你与自己对话 放松身心的宝贵时刻 无论是在清晨的阳光下,还是傍晚的微风中 跑步都是你疏解压力 放松身心的最佳方式 相信自己的能力 享受跑步带来的益处 并让它成为你自我关爱的重要一环